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我们需要一个锯 主要锯一下这个组织 接下来我们还需要一个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我们可以去清理一下周围的一些碎织 就是这个样子 好 那我们话不多说 我们现在开始干活 好 我们刚才经过简单的修理 我们把下面的一些杂枝我们给它清理掉了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它已经呈现出来的一个初步的一个树的形状 好 那么现在就要把边上的一些侧枝 包括底上的这个枝子给它修剪一下 好 我们继续干活 哎 朋友们 我刚才尝试这个构顶的枝还是非常有难度的 因为我必须得一个手把主枝给压下来 然后另外一个手用这个枝简来剪 但是呢 有的枝子它非常的硬 很难剪 再加上我这个枝简好久没用了 很多 也不是很锋利 所以呢 剪起来非常有难度 那我们现在先暂时 让它保持一个这样的样子 朋友们 我现在遇到了一些问题 你们可以看一下 我仅仅是把一些杂枝放到垃圾桶里 垃圾桶就已经满了 那么现在这边还有那么多的树枝我没有扔掉 我可能之后还要分几周的时间把它给扔掉 所以在这里也希望大家如果家里有这样果树的话 一定要勤打理 勤呵护 不然会造成像我现在这样的困难 刚才我从我这个柠檬树上摘下了一个柠檬 还是非常不错的 已经成熟了 我可以把它给吃掉 那么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旁边还有葡萄树 还有柠檬树 还有一些旁边的灌木都没有打理 那之后呢 我的任务可能会非常的坚决 需要把这些树重新的都给打理一遍 好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再见 拜拜 拜拜